2023年這張卡片很厲害 2024本來以為很落賽 但逆勢加碼 海外省卡 Hi 我是寶可夢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新展Echo有序卡 在2024年的完整權益 趕快來看看吧 第一個重點是這張卡片 不分國內海外刷卡 均有1.5%的現金點數回饋無上限 這個現金點數可以用100點 兌換100元刷卡金的方式 來做折領帳上的刷卡金 那你可以在Cup Plus APB上面操作 這個點數有18個月以內的使用效期 所以請你累積滿100元就趕快折頂掉 第二個重點就是這張卡片 在海外的5大區域享有5%的現金回饋 那5大區域呢 新加坡、日本、韓國 然後還有美洲跟歐洲 尤其是這次歐盟地區 很多信用卡都是不給回饋 但是這張卡片密室加碼還有 我覺得非常的不錯 那它的5%回饋怎麼來呢 很簡單 就是1.5%的回饋無上限 再加上3.5%的加碼 那這個3.5%加碼呢 每個人每個月可以拿1000點的現金基點 所以回退呢 大概是28571元以內 均有5%的回饋 那你扣掉海外1.5%交易手續費 還是倒賺3.5% 第三個重點呢 是新宅銀行指定匹牌 有10%的現金回饋 那有哪些通路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畫面上的這些通路 你只要在這些通路來做消費 基本上都有 那這個回饋上限是多少呢 基本上是1.5%的回饋 再加上8.5%的加碼 而這8.5%的相碼 每個人每個月可以拿到300 所以你回退呢 大概是3000多塊錢 以內通通都是有這個10%回饋的 第四個重點呢 是新戶也有手刷理喔 你只要就是在1月1號到2月29號這個期間申請的話呢 那麼拿到卡片之後呢 只要刷1000塊錢 你就可以拿到300點的現金基點 提醒你一定要登入新展卡PLUS的APP 然後呢要設定信用卡的電子上單 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300元的現金基點的回饋 那如果你是救護的話呢 就是說你之前有新展的卡片 但是沒有這張Eco有序卡 你現在申請呢 一樣也是有這個300點的現金基點 所以這個對救護也是蠻友善的啦 那這張卡片要有年費嗎 跟你講不用擔心 你只要使用電子帳單 而且是全年度使用電子帳單 那麼你就不會被收到年費啦 所以這個可以放120萬個新 如果你喜歡看電影的話呢 拿這張卡片去微秀買票喔 平日也是有6折的折扣喔 其實也算是相當不錯的 那如果拿它來買機票的話呢 也有2000萬的旅行培安保險 所以這張卡片其實也算是蠻全面的 如果你想上車的話呢 我們這邊也有MGM活動啦 從去年的6月1號開始 其實到現在 我們都有持續的在延長這個MGM的活動 你只要有跟團上車並且來回報的話呢 一班成員可以拿到300幾分 月後班成員可以拿到400幾分 基礎班成員可以拿到500幾分 你的會員等級越高呢 可以拿到回饋就越多了 結論 2023年呢這張卡片很厲害 2024本來因為很落賽 但是呢它的回饋其實還不錯 尤其是很多的銀行呢 都在針對這個歐盟的實體刷卡地區呢 就是不給回饋 但是這張卡片呢居然逆市價嘛 所以你很適合呢 把它當作是一個海外省卡 不論是去美洲玩 或者是去歐洲 那甚至近一點的 新加坡、日本跟韓國都可以拿去用 因為這個5%回饋 每月可以刷到28000多元 其實都算是一個蠻高的這個天花板 那一般人比較不會這樣去刷到 但是你刷到了 你也可以換另外一張卡片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片 其實算是2024年的海外長貝卡 非常值得入手 然後這個帶出國玩 省很多錢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次的簡單分享 希望你會喜歡這次的內容 如果你覺得不錯的話呢 也可以分享給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了解 新宰Echo永續卡的優點跟缺點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